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是关系的问题 人生十二法则里说 生活需要秩序感 也就是一切都要安排在适合的位置上 现实中 我们总是盲目寻求外界的认可 而忽视内心的感受 结果让所有关系都错了位 日子也越过越糟 到了一定年纪 越变事事才明白 人生最重要的 是理顺你与生活的关联 分得清主刺 抓得住轻重 中年以后多调整自己 千万别把关系搞反了 一 你与他人的关系 别对外人和气 对家人发脾气 一叔说 人们日常所犯的最大错误 就是对陌生人太宽容 而对亲密的人太苛刻 很多时候 我常常把外人与家人的关系搞反 对待外人始终公谦礼貌 苛刻气气 对家人却永远毫无耐心 总是恶语相向 作家张德芬 曾讲过一个读者的故事 这位读者叫慧慧 她的老公 是个不折不扣的两面人 外人面前 她看起来彬彬有礼 十分亲和热心 同学要借钱 她二话不说立马打款 朋友深夜赶机场 她披肩衣服就匆匆出门去送 但在家里 她却像个行走的火药桶 发现妻子忘了洗自己明天要穿的衬衫 她就对妻子怒吼 并把衣服狠狠摔在地上 看到孩子作业哪里错了 就一拍桌子 揪着孩子耳朵大声谩骂 导致现在 孩子看到他就怕 慧慧自己也寒了心 整个家快要分崩离析了 张德芬说 很多人都仗着家人无条件的爱为所欲为 可等到伤害积累的足够多 脾气再好的人 也会头也不回的离开 丘吉尔说总统是暂时的 家庭是永久的到了一定年纪 你会发现外人再好也隔着心 只有家人 不论你遇到什么 都会坚定的站在你身后 把家人放在首位 把情绪关在门外 是成年人应有的自觉 主持人李静 刚创业时 很多投资都以失败告终 最多时欠债两百多万 那段时间 他白天到处拉投资 开会 晚上赶节目策划和制作 面对巨大压力 他曾借酒交仇 醉得不省人事 也曾在下班后 把自己关在办公室抱头痛哭 但每次回家 他都会在门口擦干眼泪 调整好情绪 再走进家门 在家人面前 他永远是一副乐观开朗的面孔 因为在他看来 家是存放幸福的净土 不管生活有多难多苦 都不应该把糟糕的情绪带回家里 周国平说 家是一只小小的船 要在我们穿过那么长的岁月 在这个世界上 经营好家庭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业 无论什么时候 家都是你最终的归宿 家人是这一辈子最该珍惜的人 人到中年 对家人少一点苛责 多一分善待 打最好的情绪 留给你最亲的人 以用爱将家打造成最温暖的港湾 二 你与自己的关系 别太过较劲 与自己握手言和 曾看过这样一幅漫画 一个人和自己拔河 不停的较劲 最后累得满头大汗 很多时候 你之所以感到身心疲惫 就是因为你一直在跟自己的执念拔河 总是与自我对抗 搞反你与自己的关系 只会招来无尽的痛苦 人生的枷锁里 主人公菲利普自幼父母双亡 纪扬在大搏下 他一只脚天生畸形 走起路来一步一步 孤独的寄居生活和搏脚的身体缺陷 让菲利普变得非常自卑和敏感 他不敢结交朋友 害怕与人交流 面对别人一样的眼光 他每天都过得痛苦不堪 他试图通过奴隶 成为学校的奸子生 结果把自己逼得精疲力尽 身体也出了问题 后来他又想通过 虔诚的祈祷感动上帝 跪了一个晚上 却没有任何改变 这让他更加心灰意冷 甚至无端的痛恨自己 在跟自己的反复较劲中 他内心的苦闷不断加剧 经常彻夜失眠 身心都饱受煎熬 直到有一天 学医的菲利普 接诊了一个跛脚的小男孩 小男孩乐观自信 大方地把跛脚指给大家看 这时 菲利普才发现 并不是所有人都完美 但总有人能坦然接受 从此 他不再避讳身体的缺陷 不在乎是否一蹴一拐 甚至还主动伸出脚向病人打去 在与自己和解后 菲利普摆脱了心理羁绊 最终过上了想要的生活 生活中 每个人都有无法支配的事情 或是你的长相 或是原生家庭的羁绊 或是过高的目标 与其在偏执中把自己逼近死胡同 不如试着接纳自身的不完美 季献林先生说 每个人都想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 然而自古即惊 海内海外 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 我们常常执着于世事圆满 一切力求达到完美 等到吃足苦头 才明白即便拼尽全力 总有你控制不了 力不能及的状况 人到中年 学会正确处理与自己的关系 减少无畏的对抗 与自己握手言和 你会发现 人生处处是希望的出口 三 你与物质的关系 别总是占有而不懂节制 日剧《我的家里空无遗物》里 讲了一个故事 女主角蚂蚁非常喜欢购物 入手的每件物品 她都堆积在家里 方眼望去 这个房间里 堆满了各种毛绒玩具 笔记本 衣服凌乱不堪 随着东西越堆越多 一家人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 甚至连挪布都开始变得困难 过多的物质 不仅妨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还让蚂蚁陷入无尽的烦恼当中 在物语横流的时代 有很多像蚂蚁这样的人 看似支配物质 实则是被物质支配 往往我们试图占有的东西 最后都会变成 束缚自己的沉重枷锁 梁树明曾说过 人这一辈子 首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世上 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是非常微少的 过滤掉那些膨胀的欲望 物质简单了 你才能去追求更有价值的事物 哲学家李泽后 有次成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拿到上千元稿费 对于当时月工资六十元左右的他来说 这是比可观的收入 可他仍然勤俭之谱 衣食住行照酒 好友劝他说 现在经济宽裕了 给自己支办一身名牌衣服吧 他却摇头说 名牌穿上是负担 我只想过简单的生活 他不在意物质多寡 而是把所有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 最终 他写出了美的历程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等一系列著作 哲学家埃皮科蒂他说 一个人生活中的快乐 应该来自尽可能减少对于外来事物的依赖 总是贪求物质的丰盛 不仅会平添烦恼 也束缚了你前行的步伐 只有学会断舍离 让一切回归到简单 你才不会被物质困住 人到中年 要学会给生命做减法 遍及无关紧要的事物 才能为人生留下空间 不断充盈自己的精神 笔书敏说 人生所有的问题 都是关系的问题 关系一旦颠倒或错乱 生活就会失序 烦恼与问题也就接踵而来 冬年以后 最要紧的便是正确的 把各种关系处理好 学会照顾好家庭 安顿好内心 让生活回归简单与充实 当你找到生活的重心 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才能过好自己的人生 点个赞吧 与朋友们共眠